这是我见过最爽的女主了 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打猛王 打着打着竟然打成了满级 直接天下无敌了 果然挂逼的套路毫无人性的 转身前女主向泽子 是个光荣的打工人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 而且她还是这光荣的单身狗 听说这熬夜加班能预防老年痴呆 小子就打算试一试 万万没想到这话居然是真的 对没错 因为你根本活不到老年 由于连续熬夜加班50天 她当场爆肝直接BBQ了 想年27岁 等她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变成了一个球 女主是个球 在天堂 女神小姐姐心疼小子 过劳挂也就算了 到死还是只单身汪 这过得也实在太惨了 于是作为福利 女神准备让她下辈子投个好胎 而且还许了她一个愿望 这球一听 还有这点好事 不用喝汤还能许愿 二话不说 我想要个男人 呃那个 什么男人 没有男人 男人影响我拔尖的速度 我就只想要个长生不老 混吃摸鱼的人生 没想到女神当场答应 接着她小魔杖一点 这球 啊不 女主 就已经转身来到了 一世界的高原上 而且开局 女神就直接摆给一套 山顶小别野 还给了她17岁的永保青春 好家伙 一开局就是雕丝 不止逆袭大富豪 还逆袭小妖精啊 咔我果断就算了 就这样 小子变成了一世界的一枚 年轻漂亮 不老不死的魔女小妖精 为了庆祝重生 她改名成了亚子杀 来到一世界的第一天 她打算出门灌溉 结果还没走两步呢 就遇到了一只野生笨蛋的史莱姆 一言不合 笨蛋上来就是一铁头弓 哎 可惜完全没用 亚子表示 哟哟哟 这不是猛王的吗 几天不见就这么拉了 说的 她水手就是一刀 小魔女亚子穿越异世界 每天混吃等死打打史莱姆 竟打成了天下第一 就在刚刚 她转身第一天 就轻松干掉了一只野生史莱姆 这异世界的最弱魔物 果然不堪一击啊 她捡起了打怪掉了的魔法石之后 来到了附近的村庄 在异世界 每个新手村都会有个冒险者工会 亚子来到工会 前来小姐姐热情的招待了她 在小姐姐的描述下 亚子知道了 只要在工会注册 就可以用魔法石换去骂内 说着 小姐姐拿出注册石板让她登记 亚子小手一放 立刻显现出自己的属性 职业魔女等级 一 除了穿越外挂不老不死之外 其他的属性基本也就是个猜疾 就这样 亚子开启了自己异世界快乐的闲鱼生活 值班 睡觉 打猛网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三百年嘎嘣一下就这么过去了 而亚子也从起座的一刀砍 升级到了一纸坛 这全高原的史莱姆 都被他霍霍了个遍 而这会儿子 新手村的村民也都换了好几代 三百年来 亚子不仅由魔女 天生的制药致病能力 救治着村民 而且还阻止了疯狂蔓延的瘟疫 早已经成为了村里行走的守护神 这一天按照套路 亚子来到工会换好 那后打算回家躺平 可前台眼睛妹叫住了他 妹子一直好奇这个 看着自己太爷爷长大的魔女 实力到底如何 说着 他直接搬出了祖川测试板 要魔女测试一下 亚子一听也有点懵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个菜鸟 毕竟 他从没出门冒过险 但不测不知道一测下里斯大提奥 职业还是魔女 但除了职业不变 其他属性全部拉满 等级更是到达了99满级 亚子顿时就傻了 我这一天天的 也就打打小萌王 怎么可能这么猛 不是你傻了 他为了能做条安静的闲鱼 亚子拜托眼睛妹一定要保密 毕竟这也算个人隐私啊 看到魔女的态度坚决 工会妹子一挥手表示 行你就放心吧 我嘴可是很严的 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你是地表最强天下第一的 于是第二天 高原魔女地表最强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小镇 一大早的就有一冒险 四人主就散门找死 呼应要找魔女鄙视鄙视 魔女表示 我就一踩腰小可爱 打败我 那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吗 没啥意义 鸭子顿时就懵了 说好的嘴很严呢 说好的保密呢 这喷的是在斗我的吗 他尴尬地表示 那就是那次是摆坏的 我就十几 不 三几 但小队妹子还是花样作死 无奈 鸭子表示 要比也行 不过比完之后 你们得告诉别人 做高原魔女根本不堪一击 在经过四人组同意之后 画个圈圈 对决开始 小队女法师率先发出了攻击 他施展出风系魔法销 催飞魔女 亚子一看 原来风系是这么用的呀 于是他也决定试一下 就这样 就算魔女刻意放水降低了实力 但还没用力呢 作死小队就已经被吹出了千里之外 这就是差距 好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 咱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